后卫杜昌的妻子柳氏善理妒忌 有一位妙女叫金金 在杜昌洗头后 杜昌命他 帮他离法 梳理佗法 柳氏就将他的双指截断 不知何故 柳氏 他自己的双手也被狐狸咬到 两指 都脱落了 有一位妙女叫一年 很会唱歌 杜昌很喜欢他 柳氏就将他的手头截断 后来柳氏的手头 生这个 昌 生昌烂掉 等到事情很紧急的时候 柳氏就到酬禅师 的佛寺 请求懺悔 酬禅师就说 夫人你截断了妙女的双指 你的双指也 脱落了 你截断被你的手头 你自己也断舍了 现在唯有真心悔过 才可以免你报应 柳氏向上天顶礼哀求 经过七天 酬禅师令他张开口 恋你作数 这个时候 有两条手 从柳氏的口中爬出来 有一尺多长 有一尺多长 酬禅师急忙练作 已是 手落地 手头 恢复原状 从此就不再妒忌 要知道能够 悔过 改悟向善 是神人 所高兴的事 不管你做了 无边的罪恶 只要从此 忏悔 改过 而永远不再患 以前所患的罪业 就会消除 这个案例 就是 最好的民政 自然能看到这个案例 而忏悔 实在是非常的幸运